外国朋友叫我idealist 中国的朋友干脆叫我疯子 狂人 人类是要有理想 这个理想一直贯穿 从我开始 做太阳能开始 德州我分配到这儿来 也是命运 也是机缘 29年前 我开始第一次接触太阳能的时候 我就有个梦想 要做很多很多太阳能的房子 要让每个人生活都是太阳能 甚至很多农民都盖上太阳房 但是没有人知道太阳能 就是1985年 我结婚 那么那时候呢 就是我带着新娘 兴冲冲的去 这个无锡我姥姥家 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那么我曾经给她吹牛 说太后多么美 多么山清水秀 我一心见地 可是到那以后呢 就看到的一片的 就是雾浊的黑水 刺鼻的味道 那么那时候非常羞愧 就是那几天 新娘可能好几天 没有在搭流 当时也还没有行动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女儿出生了 抱着她 觉得她没有石油了 她没有煤炭了 她没有蓝天白云了 怎么办 所以自己再也干不下去石油了 所以觉得应该改变一下 这太阳股是用我的一己之力 就花光了几乎我所有的积蓄 把我太太的积蓄 纸粉钱 未来的外甥外甥女的奶粉钱 都花出去了 比较疯狂 那么这时候呢 就被世界称为太阳王 后来改参太阳能狂人 然后号称世界第一太阳能狂人 我身后的日月潭威牌大厦 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应该说也是我们中国人 在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后来呢 我就一气之下要自己搞 那么建筑设计 如果还是用中国的那些古建筑 也是很美的 但是它的这个能效很低 它的空间利用也很低 那么什么是最强的中国符号呢 汉字 象形文字 那么我想了 最能够代表我们中国的 这个中国字的 是日 一个圆圈 一个点 然后呢 月 一个月眼 能不能做一个 这个日出的形象 这个 来解决它 试想一下 如果全中国的 我们的生活办公 这个 只用原来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雾霾 我们什么都解决了 包括能源危机 我身后的这个太阳能厂房屋顶 是世界首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房子顶上 不占地的地方 建个太阳能热发电厂 而且这个热发电呢 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菲尼尔式发电系统 那么这样的话 就实现了共赢 那么它当然 对于未来来讲 并不是可能是最好的 但是它是首例 它是一种突破 那么我当时的 这个理想梦想的 就是说不仅仅让大家办公 这个 这些科研 都有一个节能环保的地方 大家居住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 能够让大家体验它 中国尽管是太阳能热水器 和光伏的最大的制造国 是整个一半人口都用太阳能 是世界总量的76% 应该说这一点上 我个人非常自豪 我们整个产业在世界上 是绝对技术等等各方面领先的 但是回头又一想 它占整个能源替代量的 不到1% 离我们为了子孙蓝天白云 实现全球第一能源替代 这样的伟大目标 差得很远 我们还是说等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